嗨,大家好,我是Pen OK,今天我就讲比较特别的东西 我们来吹水一下 就是来闲聊一下 就是关于股票市场我是怎样看的 因为我从16岁我已经是进入股票市场了 然后过后的时候越来越快 从股票到forex就是外汇 然后到期货,期权 然后到这个crypto 最后我现在我是在这个crypto 因为每一个阶段我们要的东西都不一样 在这个投资的过程中 我最少最少已经超过50个这个课程 我已经上过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只能说 第一年赚钱的人大把人在 但是三年过后就没有人在 也就是说三年过后还继续赚钱的人 是少之有少 五年可以说是全部都亏 所以这个问题每个人都知道 就是心理数字或者是自己的那个心态不够好 每个人不会看自己的这个投资心态 他只是想要找最快最简单最多的这个投资策略 所以到回来其实不管怎样还是会输 之前我已经讲过不管你是什么strategy都好 全部的这个策略全部的strategy都是只有差不多 大概60到70%你没有超过70%的 因为你看那个图和另外一个人看那个图一样吗 基本上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觉得他感觉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很少会有100%那个logic的 你拿这个成绩单你给你的那个讲师或者是教授还是谁都好 每个人都事后恐名吗 每个人都会看哦现在是support resistance 但是有这样准吗 没有可能的我们只是在这个概率那边多剩了 剩下的就是在于这个自己的心态 大家都知道在赌场啊他只有这个0点多巴仙他就会赢吗 所以每一个策略都是会赢的 剩下的就是那些模拟两可还有主观与自己的心态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单导指路啊 每年啦要赚一个6%容易嘛 每个人都觉得说可以放在这个unitrust就是信托基金 我可以放在这个国家的这个债券 可以放在这个高利息的这个股票 其实方式是很多 但是能不能做到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东西是很简单的 只要你能做一个三年那你在股市一定是能赚钱的 很简单比如说我拿这个马来西亚的股票来讲就可以了 OK首先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就是DCA 以前我也是讲过在这个crypto在这个比特币 定投的策略如果你能做到那么你一定是能赚大钱 就那么简单吧 上次我已经讲过这个DCA 如果你还没有看你就点击上面这个链接你去看一下 关于这个定投 这个定投在股票也是一样的 那么比特币是比较简单而且利率也比较高就是5年最少5倍 在数据上是肯定的 OK那么如果你觉得说这个crypto很难你想只是要 这个股票是想其他东西我不想看 那么我就教你 怎样去做这个东西 所以现在我们就开始讲这个计划这个计划三连计划 因为我们每个人生都有5次的这个机会似乎有赚到钱或者是 天公给你的钱或者是神给你的钱 一定会有一笔很大笔钱 那么每个人在拿到这个机会一定是会流失 因为你没有拿过这一笔大钱吗你的认知 只有双手这样小你只要握得住这个天塌下来的钱 那么你握不住就是只有这个双手的分量不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我觉得 我觉得你们一定要能去适应 然后去 刻苦耐劳 应该是握心藏胆 这个三连计划 你每个月都有存钱的吗 不管你是存200块300块500块 怎样都好你一定是有存钱的吗 那么 既然我们的生活已经那么辛苦了 我们只是要做这个动作 做三连 反正都辛苦了 难命一条 那么就赶赶去做 那么我们就讲马来西亚这个股票啦 因为我们 因为我是马来西亚人嘛 所以我就看这个马来西亚股票 你们也是这样自己去看的 非常简单 我们不需要去学那些废的东西 我们讲最稳的方式啊 会好过那些信托基金的 我们讲选的 第一个首选的一定是银行 那么银行会不会倒 我敢说 不管什么东西这个世界上都会倒 没有不倒的东西的 为什么我要选这个银行股 银行股是非常简单入手的 因为我们拿薪水 或者是交易 什么东西都好 都需要银行 明白吗 我们都需要银行 然后很多人说 银行倒了 银行会倒的 不要放钱在银行 我觉得这个 讲话逻辑有一点问题 为什么 你的公司打钱去这个银行 然后你又把钱 放定期 在这个银行 然后你借钱 又是这个银行 那么 你其实你在做什么 你讲这句话 不是废话吗 所以我们就不要讲那么多废话 这个方式是很简单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在讲 比如说我有这个 Main Bank的这个户口 可以看这个 DI 就是 你赚6.5% 那么你知道定存在 Main Bank是多少吗 少过2% 你自己想啊 你把钱存给他们 他们拿去用 他给你一点点 那么如果你投资这间银行 也是放一年 他给你6% 你觉得那个比较值得 用头脑想一下就知道了 对不对 记得 我讲的是 一个是可用 一个是储蓄 我讲的是储蓄 不是把你可用也丢在这个股票里面 也就是说你把你本来要定存的这个动作 你放成这个股票 就那么简单吗 你明白我讲什么吗 在马来西亚 你要找一个 2%的这个定存 是很难的 现在 1.5 1.8 你可以怎样做 就是第1个 所有我认识 我知道 我觉得有好感 或者是我有户口的 这些银行 我都买他们的股票 第二你可以 比如说 Ternaga 然后第3就是你的电信公司 这个银行 水电 他们都是有国家管控的 所以会比较安全一点 所以你可以怎样做 你第1年 你可以投资你所有的这个银行 你可以分三间银行 4间银行 每一间你都投一点 没有关系的 最重要是 每个月 你都去买他们的股票 就对了 第2年 你可以去买 这个水电设施 OK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Ternaga Ternaga的这个dividend 要是4.3% 他曾经可以去到差不多12块13块 所以 第3才轮到你用的这个电信公司 如果你觉得难的话 这样你就用一个方式就可以了 就投资你用的那个银行就好了 就那么简单 你每年最少都会拿一个5到6% OK 所以你只是做3年了 3年过后 你什么都不要买啊 你只是买这个股票 还有这个 水电设施啊 那么我敢说你的股商啊 你的trading的这个 level是非常非常高的 在你做3年过后啦 我敢说啦 你最少你可以拿到每年 差不多8% 因为你会有广报 你的利息你再投进去 就那么简单吗 所以你其实你需要学那些 每个月几% 12%那种 那个每天你要看盘 去什么做到一大堆 因为在这个过程你一定会自动去学东西 其他的这个公司或者股票 人家介绍你 你都不要你 你只是看嘛 在这个看的过程中 你可以看到他们这个股票的变化 还有他那个财务报表 你可以看到更清楚 因为你是旁观者 但是你只是投资这个银行 别人去叫你投资他的那个股票 还是什么 你不要就对了 你可以听到很多谣言 你可以看到很多图 你可以看到很多财务报表 一年6%难吗 其实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东西 但是我知道你们要的是每个100% 但是基本上 我找不到这样的东西 OK 即使找得到你亏不起 应该是这样讲 所以总结一下 这个方式 适合什么人 投资了十多年 还失败的人 你应该重新开始做这个三年 你觉得三年久吗 三年久也不比你十年的失败 应该这样讲 你做这个三年你能做得到 我相信 你可以看到更多东西 每个月把你存来钱买你自己用的这个 银行去找这个 SE screen 找那个银行的利息比较多 很容易吧 就是 在这个 Earning Percent 0.1 DI放3 然后 这个Bot这边你放 Main Market 然后Sector 你就放这个 Financial Service 然后就按screen 那么 再点击这个 DI 最高的 是Kananda 然后接下来就是 Kananda Busha也是可以买 Busha就是证券 交易所 只是他这个 BDPV 会比较高 已经差不多6倍了 OK 这个你们学股票 你们一定会了 然后这个 MBSB是政府的这个 公务员的银行 然后这个 Alliance Bank 也是很强 4点多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都不错 Takafu Pubbit Bank 也有3点多 如果你真正 一路来一直买下去的话 它是超过20% 那么你问我说 Petronus Petronus 可以不可以啊 还是 这个 对我来讲 最好是不要动 因为这个东西波动太大 你最好是跟着我这个方式去做 你做3年你一定成功 那么你问我 可以不可以做定存在这个 Crypto 当然可以啊 之前我都讲过 你可以做定存在 BTC Ethereum BNB 都没有问题 这个是比较大的 基本上这不会亏 Ethereum最少也差不多8倍啊 这个 BTC也最少5倍啊 这个是4年5倍 你自己想看啊 看你要做那一个 这个是股票你觉得比较稳 那么你去去啊 如果你可以 那么你去做这个BTC 其实我还有很多东西要讲了 只是这个是非常简单的计划 我相信你们也会啊 会没有用啊 最好要去执行 执行3年了 这个过程会比较辛苦 因为别人所说的 你都要拒绝 你要卧行仓单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成功啊 今天我就讲到这边为止 如果你喜欢我影片就按赞 订阅我的频道 下次见 拜拜